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2月20號 星期二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俄國表示抓到美國間諜 白俄羅斯擔心會發生世界大戰 普京送金正恩豪華汽車 可能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海地前總統謀殺案大轉折 前第一夫人和前總理被起訴 中國網安公司安巡大洩密 報中共如何網路攻擊西方國家 涉嫌為中共監視維吾爾人 土耳其當局逮捕6人 在節目開始之前 還是拜託您點贊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天的最新消息 感謝您的支持 來看詳細內容 拜登在19號表示 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去世之後 他正在考慮針對莫斯科進行更多的制裁 隨後20號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就表示 一名居住在洛杉磯的俄裔美國人 因為叛國罪 在俄羅斯的葉卡捷林堡被逮捕 另外 俄羅斯調查人員以驗屍為由 將扣留納瓦尼的遺體至少兩週 納瓦尼的遺霜指出 這是為了流出時間 讓神經毒計的痕跡消失 法新社報導 據俄羅斯官方表示 一名33歲的洛杉磯女子 自俄烏戰爭開始以來 收集為烏克蘭組織謀取利益的資金 然後用這些錢為烏克蘭武裝部隊 購買戰術醫療設備 武器和彈藥等等 她還在美國多次參與支持 烏克蘭政權的公開活動 目前已經有多名美國公民在俄羅斯被拘留 其中包括華爾街日報的記者 格什科維奇 她在大約一年前 也是在葉卡吉林堡因為間諜活動的指控被捕 但格什科維奇本人 還有包括那些與她關係密切的人 她的僱主 還有華爾街日報和美國政府 都否認了俄羅斯的指控 普京表示 希望與華盛頓就囚犯交換問題進行談判 20日 格什科維奇在莫斯科舉行的上訴聽證會上 被確認延長審前拘留期限 自2018年以來 被監禁在俄羅斯的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 惠蘭也在等待交換 她被指控進行所謂的間諜活動 被判16年 另外 納瓦尼的發言人亞爾米許在YouTube上透露 俄國調查人員告訴納爾瓦尼的母親和律師 他們不會移交遺體 因為他們要在未來兩週內進行所謂的分析和調查 納爾瓦尼的遺體被藏起來 目的是要隱匿謀殺的痕跡 普京的發言人佩斯科夫聲稱 克里姆林宮不會決定如何處理遺體 也不會決定什麼時候可以讓人臨走 納爾瓦尼的遺孀尤利亞則表示 是普京殺了我的丈夫 之所以一直扣留遺體 是為了讓神經毒劑 諾維喬克的中毒跡象消失 普京不僅殺了一個人 他想扼殺我們的希望 我們的自由和我們的未來 47歲的尤利亞畢業於著名的俄羅斯普列漢諾夫經濟大學 他說 我想生活在一個自由的俄羅斯 我想建設一個自由的俄羅斯 我們需要繼續對抗 把所有人聚集在一起 用強有力的拳頭打擊這個瘋狂的政權 歐盟正在考慮救納瓦尼之死 對俄羅斯實施進一步的制裁 英國也威脅要採取行動 而尤利亞的推特賬戶突然被暫停 引發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這也引發了人們對言論自由和網絡審查的討論 在20日 俄羅斯當局對納瓦尼的兄弟奧列羅發出了逮捕令 在當天 歐盟召見了俄羅斯常駐歐盟代理代表洛格維諾夫 表達了對納瓦尼在獄中離世的憤慨 呼籲進行獨立的透明的國際調查 並敦促俄國當局將死者的屍體移交給他的家人 不要再拖延 並允許他們組織葬禮 同時重申了俄羅斯必須立即無條件釋放 所有其他的政治犯 以及俄羅斯各地被捕的所有人 據時政推主維謝格拉德20日的報導 一家國際法院命令俄羅斯政府 向現在已經停業的尤科斯石油公司的股東 支付500億美元的損害賠償金 這也是歷史上最大的仲裁 普京監禁了這家公司的創始人霍多爾科夫斯基 企圖把這家公司被俄國政府徵用 另據媒體的報導 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說 西方正在與流亡的反對派合作推翻它 北約在白俄羅斯邊境的存在越來越多 他說 我們有理由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戰 在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的附近 作為聯盟在歐洲開展行動的一部分 部署了北約和美國聯合武裝部隊 特遣隊的大約3萬2千名士兵 瑞典將向烏克蘭提供它最大規模的軍事援助計劃 英國援助烏克蘭它最好的長城噴射無人機 而德國政府可能打算將金牛作導彈 移交給烏克蘭 美國在近日表示 俄羅斯可能最早在今年向太空部署核武器 或者模擬彈頭 評估認為 俄羅斯可能不打算引爆 雖然普京曾表示 沒有計劃在太空中部署核武器 但評估也警告說 有發生事故的風險 如果發生爆炸 可能會影響三分之一的衛星 朝鮮官媒在二朝報導表示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獲得了俄羅斯總統普京贈送的俄國產豪華汽車 韓國方面表示 這可能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對朝鮮的制裁決議 自從去年9月份金正恩和普京會晤 還承諾要促進所有領域的交流以來 朝俄的關係正在逐漸加深 朝中社報導說 俄羅斯在2月18號向金正恩的高級副手交付了一輛俄羅斯汽車 報導中還表示 金正恩的妹妹金與正正重地向俄方轉達了金正恩對普京的感謝 說這個禮物清楚地表明了最高領導人之間的特殊私人關係 但朝中社並沒有描述這輛車 也沒有說明它是如何從俄羅斯運到朝鮮的 據說金正恩是一個狂熱的汽車愛好者 曾透過走私收集大量的外國豪車 克里姆林工發言人佩斯科夫告訴俄新社 朝鮮領導人收到了一輛AURUS汽車 AURUS這個牌子 是俄羅斯自主推出的超豪華汽車品牌 也是俄羅斯總統的專車御用品牌 這個品牌還獲得了莫斯科當局的大力扶持 韓國外交部表示 正在密切關注俄羅斯和朝鮮之間的合作 同時敦促兩國遵守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韓國外交部發言人林朱士對媒體表示 根據安理會對朝鮮的制裁 無論汽車的原產地是哪裡 都禁止直接或間接向朝鮮供應銷售 或運送HS編碼86到89的國際運輸車輛 這其中就包括了豪華汽車 金正恩在訪問俄羅斯的時候 普京還特意向他介紹了這款汽車品牌 金正恩還受邀坐進了普京的這款豪華專車的後座 據報導 金正恩擁有的汽車還包括幾輛高級賓士轎車 一輛勞斯萊斯幻影和一輛靈智休閒旅行車等等 這些也都是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當中 禁止向朝鮮出口的奢侈品 有推友在X平台上表示 普京向金正恩贈送了一輛俄羅斯製造的汽車 估計三胖帶回朝鮮也不敢做 根據一份洩漏給海地當地媒體的文件 2021年海地總統謀殺案出現了驚人的轉折 負責調查事件的法官起訴了幾十人 當中就包括謀殺案中受傷的總統遺孀馬蒂娜 以及前總理約瑟夫等人 在19日當地的媒體公布了這份長達122頁的報告 法官福爾泰在報告中指控了大約50名嫌犯 其中就包括馬蒂娜 約瑟夫等人 還有海地國家警察局前局長查爾斯等人 約瑟夫和在襲擊中受傷的馬蒂娜被指控是共犯 目前查爾斯面臨著最嚴重的指控 包括謀殺 謀殺未遂 持有和非法攜帶武器 密謀破壞國家內部安全等等 福爾泰是第五位領導調查這個案件的法官 之前的幾名法官都因為擔心被暗殺等原因紛紛辭職 馬蒂娜只是在社交媒體上批評了所謂的不公正逮捕和政治迫害 前總李約瑟夫向美聯社發聲明表示 指責現任總理亨利破壞調查 並從總統之死中獲利 他說 亨利正在把海地司法系統武器化 起訴像我這樣的政治對手 這是典型的政變 他們沒能在2021年7月7號殺死我和馬蒂娜 現在他們正在利用海地的司法系統 推進他們的馬基亞為利主義議程 法官在報告中指出 海地總統府的前秘書長瓦爾布倫交代說 末一次總統遇害的前兩天 馬蒂娜到總統府花了近五個小時搬走了許多東西 末一次總統遇害的兩天之後 馬蒂娜打電話告訴他說 你必須打開辦公室 約瑟夫成立了一個部長理事會 他將在三個月之後舉行選舉 這樣我就可以成為總統 現在我們將擁有權力 法官在報告中還表示 馬蒂娜自稱躲在了床下自保 但當局在現場勘驗之後發現 就連一隻體型在35到45厘米之間的大老鼠 也不可能鑽到床下 這位前第一夫人的陳述自相矛盾 讓人難以信服 除此之外 負責總統安全的警察被指控 收受了8萬美元的賄賂 讓暗殺期間只有少數警察在現場 同時還有40多名嫌疑人在海地的監獄中等待審判 其中包括20名前哥倫比亞士兵 為中共公安部工作的中國網路安全公司安巡的 大量內部文件遭到洩密 曝光了它的一些海外攻擊目標等敏感內容 這讓外界得以瞭解到中共黑客的內部運作 更被網路安全界視為一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曝光事件 這些文件被匿名發布在軟件開發平臺Github上 2月18日由臺灣安全研究員安板星海發現 並分享到了X平臺上 泄密的文件顯示 安巡在掩飾文稿和其他文件中 吹噓他們曾入侵或攻擊過印度國防部 北約和英國國家犯罪局 並且長期深度訪問鄰國電信公司 文件中還包括針對包括微軟和安卓等各種平臺的惡意軟件 以及針對社交媒體X平臺用於網路滲透的定制硬件 根據安全人員在2023年發布的貼文 安巡是由愛國黑客吳海波創立的 為中共政府提供黑客工具和服務 總部位於上海 安板星海表示 洩漏文件詳細披露了中共支持的黑客網路活動細節 例如 一些攻擊性軟件擁有特定的功能 可以獲取用戶X平臺的電子郵件和電話號碼 實時監控 甚至還能代表用戶發布推文 讀取私信等等 安巡在洩漏的文件中表示 他們可以針對安卓和iOS設備 獲取大量的敏感信息 例如聯繫人、GPS數據、媒體文件和實時錄音等等 文件還展示了安巡用於竊取受害者信息的各種工具 包括能夠通過WiFi信號植入惡意軟件的WiFi設備 從外觀上看 這種設備和知名的中國製造商的便携式充電寶相似 安巡還使用不同類型的小工具 可以用於監視使用微博、百度和微信 等中國社交媒體平臺的個人信息 除此之外 文件還洩漏了安巡內部員工的工資 對於文件外洩的原因 外界認為 可能正是因為員工對薪水和公司方面的不滿 才導致了這次的資料外洩 根據阿納多盧通訊社20日的報導 土耳其當局拘留了6名涉嫌為中共情報部門 刺探土耳其維吾爾族人情報的嫌疑人 警方還正在通緝另一名嫌疑人 這7人被指控收集土耳其維吾爾族人協會的信息 跟蹤維吾爾族社區的知名人士並向中共報告 根據報導 在土耳其大約有5萬名的維吾爾人 是中國以外最大的維吾爾族社區 土耳其人和維吾爾人在民族、宗教和語言上有著密切的聯繫 中共在對待新疆維吾爾人的問題上 受到了包括土耳其在內的各方關注 中共對待大約1200萬維吾爾人的態度 長期以來一直是土耳其和中共之間關係存在爭議的問題之一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曾指責中共對維吾爾族人犯下了種族滅絕罪 在2019年 土耳其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提出了維吾爾人所面臨的困境問題 呼籲中共尊重維吾爾人的權利 包括宗教自由等等 中共隨即宣布暫時關閉在愛琴海沿岸省份伊茨密爾的領事館 中共這樣做被普遍認為是對土耳其在聯合國安理會上所作舉動的回應 美國和歐盟指責中共鎮壓新疆維吾爾人 對維吾爾人和其他的穆斯林少數民族進行系統性的文化抹殺和大規模的監禁 美國判定中共對待新疆維吾爾人的問題上犯下了種族滅絕罪 聯合國2022年的一份報告詳細列舉了中共在新疆集中營 對維吾爾穆斯林實施的酷刑、性暴力以及強迫勞動的可信證據 但中共是一如既往的否認了這些指控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和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感謝您的支持